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一題是水瓶拋射的應用 這個是這樣的 它把這個足球水瓶的拋出去 拋出去它會形線拋物線 落到斜坡上 如果知道斜坡的坡度的話 其實它的位移 它的位移這個R呢 它可以拆開成向右的和向下的 向右的部分呢 就是水瓶拋射它的等速運動的部分 然後向下的部分 則是Y方向 牽直方向是等加速運動的 所以可以拆開成這個ΔX 和ΔY來分析 然後這兩個 右會剛好在這個角度 就會剛好是37度 這個就是這一題的關鍵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 把這個輔助線都畫出來 首先呢 向右 這個就是我們的ΔX X方向的位移 或是說位移的水平分量 位移的水平分量 RX 這個R 它的X分量 就是ΔX 然後Y方向分量 也要畫一下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凸出來的地方 這個凸出來的地方插掉 OK 所以 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然後呢 這個角度會是37度 這樣就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 ΔY Y方向的位移 和X方向的位移 的比呢 就會是tan37度 各位如果有學過 3比4比5的三角形呢 那你就會知道 如果斜邊是5 這裡是37度 X這邊就是4 Y這邊就是3 3比4比5 所以今天這個情況 位移的水平分量 比上位移的千值分量 就會是4比3 然後 在我們前面介紹 水平拋射的時候呢 也有學到 這個 水平方向呢 是等速運動 那也就是 水平方向 就會是水平方向的速度 20 乘上經過的時間 經過的時間算是T T T就是經過的時間 然後千值方向呢 是 等加速 而且是從靜止落下 靜止落下 然後是等加速運動 那 等加速運動就有一個公式啊 就是 2分之1GT平方 就是它掉下來 經過T秒 掉下來的距離嘛 所以 得到這兩個公式之後 我們把它相除喔 相除之後 就要等於4分之3啦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就會 等於 2分之1 喔 掉塔Y 2分之1 然後GT平方 去比上 20 乘上T 喔 對 然後這個G是多少呢 G是 G 就是10 重力加速度G 就是10 所以 最後 我們就會得到答案 答案就會是 5T平方 除以 20T 也就是4分之T 那4分之T又會等於 上面的這個 4分之3 所以 最後T就多少 T就等於3 所以 第一小題 答案就是3喔 那第二小題 既然你得到3了 那 要求出這個R 就容易了 這個R 跟這個X 和Y的比 就是 4比3 比5 所以 第二小題 要求R 然後R 其實就是 X的 位移 平方 加Y的位移的平方 好 那其實在今天這個情況 它也會是 4分之5倍的 x 因為它今天是 4比3 比5 3 比4 比5 所以4分之5倍的 x 就會是R 所以 半斤 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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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根由 從 五 agency 所以這題就是一個水平抛射的經典問題 關鍵在於 像水平方向的位移跟牽直方向的位移 它的比剛好跟這個坡度有關 謝謝